最後我們要上的內容叫做聲音現象 來 這個有個故事啊 有數年前啊 貨倫啊 運球鞋啊 然後翻覆啊 數個月後之後呢 下台戰上撿到了鞋子 問你為什麼 之前台灣有別的故事啊 台中撿到一個數位 撿到一個相機啊 撿那個相機 好像從夏威夷來買冰飄來的 都忘記了 都沒有冰飄來 你之類的 類似這樣的故事 為什麼發生這種事 為什麼在這裡翻覆東西跑到別的地方去 還有什麼日本三一大閉鎮的時候 有什麼船啊 本來在日本跑到美國去的那種 為什麼發生這種事 海流 海流 洋流 就是 那我跟你講過了 我們交的洋流就是被誰弄的 風吹的 易老師講過的行星風隙 有沒有 行星風隙 風吹的 長眠固定的風吹動 使得海洋有長眠固定的流向 那就是所謂的海流 叫洋流 然後洋流 大規模的運動 所以呢 赤道必須有個東風 然後像海水往西吹 然後碰到轉彎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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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灣流 北大西洋 洋流 對不對 你們在地理上有交青草 對不對 我的地科只交誰 地科只交黑草 地科只交黑草 其他都沒有交 有看 哪裡欣賞一下 這些洋流基本上 這個圖上來就是被行星風隙吹出來 OK 那這個循環過程中就會喇喇 把低尾度比較溫暖的海水 水往高尾度送 高尾度海水往低尾度流 那這個喇喇的功用 喇喇的功用呢 所以呢 有個環流系統 然後就會調節氣候什麼什麼什麼 這些調節能量啊 之類的 所以問了一個問題 請問你這裡的紅色虛線是北尾40度 虛線是盛行西風 從西往東水 就發現上面等溫線沒有平平的 那個20度的右半邊 好像跟尾路大致平行對不對 可是他好像就下來 彎下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那基本上講簡單一點的話是為什麼 講簡單一點的話是為什麼 帥哥美女 找一位可愛大帥哥告訴我 你可以講簡單就好 這位大帥哥叫幾號 12號 12號 12是誰 夏老師大人 來 為什麼 你就講簡單就可以了 不用講很複雜 請說 簡單講就是洋流 簡單講就是洋流 因為洋流帶來的水溫不同 所以呢造成這個現象 如果你要講囉嗦就要這樣講 如果要講很囉嗦就這樣講 那個西風吹過來 洋流碰到陸地之後就分兩邊 一邊往北走一邊往南走 然後名字不一樣 然後往南走的叫做嘉利福良洋流 因為北邊比較冷 所以下來溫度比較低 三點一把比較冷的海水往下淡 所以此溫度會下降 往北走的叫做阿拉斯加暖流 因為它比較南邊 所以對北邊的它是比較溫暖的 原始把溫暖的海水往上淡 所以造成冷溫線分布的改變 所以如果說是這樣子講 簡單講就是因為洋流帶來的溫度會不一樣 洋流帶來的溫度會不一樣 就是為什麼的關係 好 這是這個圖 所以上去或下來 好 各位朋友 課本是在這裡教洋流 我上面學已經教過了 所以我不再教一遍 請你回家自己復習 你還記得我教過的黑草嗎 從哪來嗎 是寒流還是暖流嗎 你還記得我們的臺灣附近的海流 狀況有冬天流礦跟夏天流礦 好 你還會分嗎 你可以知道冬天長怎樣 夏天長怎樣嗎 就是你要會的事情 所以呢 請各位帥哥美女 回去復習 我們以前上過的 水圈上過的海流 課本當然在這裡教的 我們已經教過了 我們就不再教了 OK嗎 OK